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1年6月21日星期一和大家聊一个新闻 这两天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连续接受了两家美国主流媒体的采访 就病毒起源调查问题可以说迄今为止向中共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 他在接受福克斯周日节目的采访时说 如果中国不配合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将面临国际社会的孤立 沙利文讲美国正在联合世界各国对中共施加政治和外交压力的外交努力 我们正在努力的核心部分 就是最终使中共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 那就是要么他们以负责任的方式允许调查人员进入 做真正的工作找出病毒的来源 要么他们将面临在国际社会的孤立 他还讲到美国的调查不会仅仅只依靠专家进入中国的调查 拜登总统还保留了一些权力 也就是通过美国自己的分析自己情报的努力 以及和盟友及合作伙伴一起做的其他努力 从各个方面向中国进行施压 直到我们查清这个病毒 他是如何来的 以及谁要对这件事负责 沙利文最后他特别强调 美国目前还不会发出最后通牒 但如果中共最终 拒绝履行国际义务 美国将不得不考虑回应 说到最后这句话的警告意味 非常的强烈 意思就是 如果你拒绝接收调查 美国将不得不考虑最后通牒 这样的手段 沙利文的这段讲话可以说是风波乍旗 是逼迫中共接受病毒调查的这个声调一下就提升了一个等级 那这些话他是随便说说吗 看起来 可是不像 因为他后来他又接受了CNN的专访 把上面这些话他大概他又说了一遍 最后再次重复了刚才的那句话 当时他对CNN是这么讲的 我们目前不会发出威胁或者是最后通牒 我们将要做的是继续在国际社会获得支持 但如果事实是中国拒绝履行其国际义务 我们在那个时候将不得不考虑我们的回应 和刚才那句话意思是一样的 沙利文在CNN的采访中最后他表情严肃的说 我们绝不接受中国对新冠调查 说不 结果最后的这句话今天被很多的中英文媒体 都被用作了标题来报道这个 说法 一天之内 连续接受两家大媒体的采访 重复的那基本都是同样的内容 可以认为这是沙利文他故意安排的一次放话的行动 而且还是左右媒体兼顾 意思是他要让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拜登目前对这件事的态度 你要在福克斯上讲因为很多那个美国偏左派的人士 我不看福克斯等你说了很多人听不到 结果还特意到CNN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等于这左右派的人士大家就都看到了 当然同时也给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那沙利文说的这番话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是代表拜登的意思呢 那咱们就先看看他的职务他是干什么差事 沙利文的职务那是国家安全顾问 或者那过去有一个老的番法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那就要问了那他是谁的顾问谁的助理呢 维基百科是这么解释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美国总统在国家安全相关事项的 主要幕僚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隶属于总统行政办公室 属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个职位是从1953年开始设立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无需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就可以上任 而且他们平时以国防部无关 可以向总统直接提供超然独立之意见 为总统直接出谋限策 享有超然的地位 在紧急时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可以透过白宫的战情势 提供总统处理危机事件的 最新进展 所以说呢看得出来 所谓的国家安全顾问或者叫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这就是总统的顾问总统的助理 所以说沙利文 就是拜登的私人顾问和私人助理 他就是总统的身边人 就是总统的自己人 所以沙利文故意对外在说这些话 这就是代表了拜登本人的意思 包括前两天沙利文也放话说 结束了那一系列的峰会 那些都谈完了 该建的都见完了 现在可以和习近平见面 这并没有通过布林肯国务院的那个正式的管道 正式的渠道 这就是拜登本人的意思 那这次释放的信号非常的强烈 习近平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你就老老实实的接受调查 要么你就拒绝 如果你要拒绝 你将面对最后通牒 美国现在决心以下 绝不接受中国对新冠调查 说不 体会一下沙利文的这两段采访 YouTube上都有 都有这个片段 口气之强硬前所未有 所以也看得出来 拜登手里呢现在已经有了过硬的东西 没东西他也不敢把话说这么满 而且经过了前面的一系列的盟友的峰会之后 拜登现在已经得到了盟友足够的支持 他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 底气 回顾一下整个这件事的脉络 你就会发现这件事呢从一开始 到现在 这个信号是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强劲 从5月26号突然发出那个病毒调查令 两周以后 两周以后就是那个系列峰会 大家快速统一了立场 大家注意啊在这些峰会上 别的话题 别的议题都是有一些争议的 可是在这件事上 在会前 无论是欧盟还是七国事先就提前表态了 完全没有争议 说明什么呀 说明拜登是秀了一些东西给大家看 当然之后呢就是媒体不断的在释放信号 先是有大记者啊那霍斯利包括是名主持人塔克 突然说到有什么中共高官叛逃 而且呢还是通过内部消息透露给他们的 这明显就是在放风声 再之后呢这个信号进一步的升级 具体就到了什么董经纬 等于到了这一步 我话都说的这么明了 中共呢是应该知道美国手里现在有什么了 这时呢沙利文就代表拜登出来讲话提出要和习近平谈谈 设定的大线就是那个20国峰会 这是你一次机会 昨天呢在直播节目里就跟大家讲了 我认为美国现在已经婉转的把手里有什么牌 我就告诉你 你习近平呢要是实相就赶快过来谈 按照美国的安排现在改弦更张 在什么香港新疆台湾等方面啊 改正你的错误 弄不好这里边还给你留点余地 还有勾兑还有一些妥协的余地 否则的话那可就不客气 在20国峰会上如果拜登把手里的东西抛出来 那时候三个月可就过了 到那时候可就没有办法收拾 所以说呢现在说这件事不是最后通牒 但你为什么要提到这几个字呢 你一提到这几个字他实际上就已经是 沙利文已经明显到 他到两大媒体重复的说这个信号 中共是不可能收到也不可能听不懂的 所以说呢让我们想象 如果拜登现在手里有过硬的东西的话 真到了20国峰会上 那各国可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就算是普京 我和习近平我们两个人有交情 但这次的疫情民愤极大 代价是前所未有的惨重 你就是答应老百姓他也不答应 所以到那时候集体来追责赔偿 这是跑不了的 而且以后这件事这个影响 没完没了 说到这儿呢说一点小感想 这几天看球嘛 这边呢看NBA那边看欧洲杯 看着看着我也是不尽百感交集 不由的有一个感慨 你看呢无论是哪边啊 在美国在欧洲 现场的观众都回来了 而且大部分人都不戴口罩啊 人们又开始享受 生活带来的快乐 一边看比赛一边载歌载舞 特别的欢乐 特别是那天匈牙利的球迷克把我给站着了 一开始大家穿着那个红色的T恤 看着看着打出火来了 后来几千人是最后集体光着膀子 一块山呼海啸在那儿呐喊 有点当年那个 冰岛球迷原来嘿嘿嘿的那个 有点那个意思啊 再有匈牙利的球 大家注意匈牙利球迷 挺给力的 看着眼前的人们如此的欢乐 我在心里我也不禁叹了一口气 说到这一次整个的国际社会 说到全人类 那都是侥幸啊 这次也就是科学家给力 也就是人类气数不绝 运气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研发出了疫苗 说到这次找到疫苗 其实也可以称作是一次意外 这里边确实是有侥幸的 成分的 你像这次采用的这个mRNA的生物技术 这是一种全新的思路 全新的技术 说到最早中国那个卫健委的高福那也是大科学家呀 一开始就认定这条路你根本就走不通 不可能成功 由此也可见这件事以前就没有过先例就没有过成功的经验 但到了事后这mRNA疫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甚至为未来攻克癌症 都铺平了道路 走出一条新的路来 这高福那毕竟是学者嘛 马上他又转念 大声的几乎中国 一定要大力的研发 这条路是可以的 作为一个学者这个脸面这个不重要 主要说的是事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这是赶上了 这是抄上了 这项新技术这次真的是管用 这次的运气那是真好 咱们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到现在这次的mRNA 就是辉瑞摩德纳这样的思路没有成功 到现在无论是美国和欧洲找不出一个新型的疫苗来 这项技术没成 那现在中共世上只有中共手里有那个灭活疫苗 那个传统技术的疫苗 哪怕他保护率低 哪怕他不怎么管用 那你欧美自己没搞出来 那大家现在能怎么样啊 也只能一块去求他呗 所以说呢像辉瑞莫德纳这样疫苗的出现 我相信对高福来说是个意外 对中共来说也是个意外 在他们原来的算计中啊 到现在 世界各地呢还依然到处是愁云惨物 到处封城 整个西方世界现在依然是狼狈不堪 濒临崩溃 而这时只有中国 利用我自己这个低人权优势 我能封城啊 我能把家给钉大门 我能给锁在家里啊 我能快速的恢复正常 到时候一看 你看你们都完了吧 就我恢复正常 我恢复生产了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他真的是这样的场面 那整个世界将会怎样 所以当我在那看球的时候 当我看到那一张张人们欢乐的笑脸的时候 我在心里的感触是 看来正义这个东西他真的是有 他真的是在善良人们的一边 这一次 尽管惊险侥幸 人类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但我们 又赢了 我想我心目中啊 我这一边看球 一般也是有些这个想象 浮想连篇 我心目中所想的这一幕 在刚刚结束峰会的那些领导人的脑海中 他们不知道 这次辉瑞莫德纳他们这些 他们侥幸的搞出这个东西 这里边有多大的幸运成分 这帮领导人天天为这事着急上火 他们不知道吗 我相信在他们的脑海中一定闪现 这一次你是如此的惊险和侥幸和幸运 那下次呢 所以说现在这个病毒问题 已经成了打击中共打击习近平的一个最主要的武器 已经超过了那个人权问题 我想这次的系列峰会大家都一致同意来针对中共 当然程度有强有弱 我想这是因为大家 除了这次疫情之外 也同样都认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北约秘书长当时说的那番话 说到冷战结束到今年已经整整30年了 今年还是个纪念日 结果现在又开始搞核武器竞赛 搞太空竞赛 海军竞赛 当初人类干的那些傻帽事儿 现在一件件又都回来了 世界是再次划分阵营 很多国家没办法 又再次被迫选边战 世界再次又处在巨大的动荡之中 为什么会这样 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 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冷战 人类本来已经想明白了这些事儿 人类呢建立起了新的国际秩序 建立了新的现代文明 在整个这个框架中 大家都得到了发展 整个全人类都过上了全所未有的好日子 那为什么现在又操持起了以前干过的这些傻事儿呢 其实总结成一句话 就是因为一个人 这个人 就是习近平嘛 本来全世界过得挺好的 包括中国自己在这个新秩序中 也获得了大的发展 咱们就说10年前的胡温时期 同样也是共产党 但当时的世界也算是一片祥和 说到当年10年前 当时大家关注的不是什么美中恶斗 三国博弈俄罗斯如何怎样 当时关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 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么一个人 就是因为习近平 又把整个的世界拉回到了以前 斗争对抗的年代 大国之间又开始起冲突 以前干过的所有的傻事儿一件件 又都捡起来了 我相信这就是这次各国峰会领导人的一个共识 你说为什么呀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为什么又要搞这些呢 我认为现在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在了习近平的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说到这个人的时候 大家把网线都得拔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明白 如果和中国整体脱钩 或者是大家集体制裁 让中国垮掉 世界付出的代价太大 现在成本最低的办法 就是让习近平下台 让李克强等改革派上来 先把眼前的争斗对抗 咱们能不能先停下 剩下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因为如果再让习近平20大连任成功 再让他干下去 再让他干10年20年 那世界就会这么一直斗下去 一直对抗下去 说到台湾也将一直处在战争的乌云的笼罩之下 像北约秘书长讲的 像什么核武器竞赛 太空竞赛会一直搞下去 弄不好就会在哪个地方擦枪走火 爆发大战 世界将会一直处在巨大的危险当中 而整个世界的乱源的核心不就是习近平吗 只要打掉了习近平团队 就能使眼前这一切都得到缓解 中国就会渐渐恢复正常 至于以后全人类一块如何改造中共 中国如何进行渐进转型 那是下一步的事儿 但现在一定要把全世界现在最主要的这个威胁 具体说就是把习近平把他拿下 至于北约说 说中国对世界形成了系统性的威胁 就是一个威胁 就是这个人 只要把他拿下 比如现在是李克强 当主席汪洋干总理 这全世界的局势立刻就会缓和下来 而眼下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 紧盯病毒源头的问题 我想这也是配合20大习近平现在所面对的国内的挑战 眼下这就是击败习近平 终止这一切的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摆在习近平面前的 一方面刚才说了 是来自国际上 关于病毒源头调查 这个责任调查的定点打击 在国内呢 他现在又是顶峰作案 挑战文革后形成的这个历史教训 妄图在20大 他要当终身皇帝 现在等于是余内余外 这个人都不占理 他都是个麻烦制造者 对中国乃至全世界 他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他也是个最大的威胁 只有拿下他 大家才会有以前那样的正常日子过 所以最后呢 我要再次向国内的改革派们喊话 当然很多人呢 现在都不说话 但我坚信这些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就算你们是为你们的党国考虑 现在说到对外 现在中国在整个国际上 刚才说了 已经变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 一个人人讨厌的混蛋 特别是这次疫情 你严重伤害了全世界 现在等于大家那个反作用力 抱成团 现在一块儿怼回来了 这个病毒追责一旦开始 中国将永无宁日 说到现在 如果你积极认错 道歉 积极的配合调查 来追究习近平的个人责任 我相信一切还都是来得及的 中国还是能够得到世界的原谅 说到国内呢 看看现在中国国内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今天有朋友给我转来的北京街头的视频 这哥们还有几句现场的解说 就在北京今天早晨 今天的街头 大概他说有40名警察 我也没来得及数 几十名警察吧 一人牵着一条懒狗 排着队 在街上巡逻 什么德行啊这是 在日本时期也没看见过这样的场面 再加上现在中国现在到处是一片红 人们怎么又干起这些脑残的傻事来了 历史不是已经证明过了吗 说到眼下的这一百年大庆 搞得跟大祸临头似的 是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你这到底是办喜事还是办丧事 才不到十年的时间 中国怎么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 所以说呢 不论是对外还是对内 都不能让这一切再发生下去了 这是在祸害中国 也是在祸害整个世界 眼下如果是国内外联手 我认为这就算是最后的机会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再让习近平干下去 二十大 他一下拿过大权独揽 终身主席 他的权力更大 再让他干十年二十年 到那时候中国会是什么样 整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我想大家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 也为了给中国留一点家底 别都造光了 你们这些改革派再不动手 那可就再没有机会了 所以说呢 在病毒源头的这件事上 内外合力 这就是击败习近平的一个发力点 这也是现在他最大的软肋和欺寸 还是那句话 你们是爱干不干 你们就随便吧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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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